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進到這邊來 現在呢各位其實學習 已經單一個領域已經不夠了 你可以看到像去年10月份 這個親子天下裡面有提到就是現在的學習要怎麼樣 個人化 還要 很重要的要勇於跨界 也就是一般我們現在特別強調跨領域學習 因為現在工作 工作通常不會是只有單一領域的 你必須要 兩個甚至三個 甚至更多領域 整合的人才 業界才會比較喜歡 才會比較喜歡 而且其實對各位來說 事實上更可以悠遊自在的在怎樣 去找到工作 那再來當然現在 也不見得一定是只有升學 不見得只有升學 不見得說你大學念完就要念碩士 念博士 你可以 你可以 就是 先就業 找到什麼 不同方向之後 你有需要再學一些東西 你再去做 線上的學習也好 或者回到學校 去做學習 那這個是我們先看到的這個趨勢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往後看一下 這個簡報應該跟各位平常看的比較不一樣吧 老師這邊也有個課程是專門在介紹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呢 現在 在摩克斯之前其實有另外一個叫做 OCW 就是所謂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 那這個呢 摩克斯算是這幾年 比較 就是 慢慢 比較多人在 推動的 比較多人在推動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下面 下面 下面這邊 這裡有提到 我們這個到底什麼叫做 開放式課程 什麼叫做 摩克斯 他的解釋是在這邊 那麼早期台灣其實也有很多學校有做所謂的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很單純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上課 然後後面就有一台錄影機有沒有 攝影機 把它錄下來之後那就放到我們上 這樣叫開放式課程 就是比較不強調 互動 但是他把 在所謂大學裡面的這些知識內容 讓一般的民眾 也可以 去選修 也可以去看 那麼到了摩克斯就比較不一樣 到摩克斯 待會我們看一下 他比較強調的就不是這個 不只是 我開放這個課程給你看 而是怎麼樣 還要有一些互動 那 你看我們一般的這個 OCW也就是所謂開放式課程 很多學校都有 從1999年就開始 你看已經是 十幾年了 對不對今年已經 2017了 已經十幾年了 那 這個呢 讓很多就是我們現在所謂學校的這個 大學裡面的這些知識能夠普及化 在這個國內呢 你可以找到這些 包括什麼社團法人啊 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 他就是整合式的 整合式的 所以各位你現在要找 不會很難找 你看我 把這個網站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開放式的 課程內容 在這裡 好 你進來之後你就可以看到好多學校都有開 因為這個算比較成熟一點 你一進來 第一眼就看到 哇有這麼多學校都有 有沒有 你 甚至還會看到高中 還會看到高中 所以 你可以看到就是 有那麼多學校的課你都可以選修 你都可以直接在線上看 都可以直接在線上看 就 很方便 這是第一個 我們剛講的 所謂的 OCW的部分 那麼 然後你再往下走 我們看一下 摩克斯 到底有沒有 這樣的 平台 也有 摩克斯的部分呢 他就比較強調 這幾點 第一個 他比較強調的第一個就是 他的 影片 會切成小單元 也就是一個主題一個主題的 等一下我們會直接進到那個課程給你看一下 第二個 他會有所謂的 線上的討論 線上的討論 就比較跟真實上課一樣 那因為他都是屬於什麼 線上課程 所以都是 在線上這些同儕要彼此合作 彼此合作 甚至有的有一些實驗的部分 他也有虛擬的實驗 你就可以在上面模擬 再來 他也有練習跟評量 甚至要教作業 但是這樣好像違背我們今天 的主題對不對 沒有讓你很開心 沒有關係反正這個線上課程 你沒有交作業 沒有去 會不會被當掉 你只會被自己當掉而已好嗎 老師不會把你當掉 OK 那再來就是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學習速度 比如說你可能這一週比較忙 那我可能就沒辦法上課 你可以自己挑時間讀課 而且呢 即使這個課程結束之後 很多的課程他都還要繼續開放 也就是 你沒有辦法在 時間內完成 但是呢 你可以繼續回去看那個課程的內容 包括可能 這個教材 影片 老師都留在上面 都留在上面 再來就是 很特別的喔 如果你真的 是選修的那一種 有現在有部分的 課程是可以給予所謂的什麼 學習證書 他不是學分啦 他不是學分 但是 你通過就是他有實體的測驗 有實體的測驗 像現在公務人員 也有納入這一塊 也有部分 課程是納入這一塊的 也就是說你真的有認真 上過這些課之後 你也通過他的 這些 測驗考試 那麼你就可以取得 所謂的 學習證書 雖然不是學分 但是對各位其實 你在求職也好 或者是你出去外面 跟人家講 我有學過這個 也是有加分的作用 也有加分作用 這個是我們在 MOS的部分 那麼看到這幾個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看 國內到底有哪些 摩克斯的 這個 課程的平台 首先第一個 你通常 找了這個摩克斯 這個對岸稱作目客 羡目的目 其實都是直譯啦 羡目的目的目的 這樣 這樣了解 MOCS 所以如果你直接用MOCS 這樣關鍵字去找 會比較OK一點 你就會找到很多 那你的觸角事實上就可以延伸到國外去 所以你常常出國嗎 你都不知道你現在每天都出國嗎 上網隨便也都跑到台灣以外的地方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你會看到的 我們來這邊稍微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摩克斯的 有沒有 這個就是 所謂的入口網站 那你進到這邊 比較可惜的是現在這邊的那個 因為 這裡的課程是教育部有補助的 才會列在這邊清單 他等於是一個入口 可是 反而現在是課程比較少 因為有補助才會在上面 沒有補助的就是各自 到 各自的平台裡面去 所以呢 你 你如果到這邊你往下走 我們在下面這裡 你可以 先找看看 但是目前的 有補助的才會在這邊出現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 摩克斯有幾種 請問一下 摩克斯的課程 線上課程 有沒有一定跟我們學習式一樣 什麼時候開學什麼時候結束 不一定喔 他有可能在學習中的時候開 開課 也有可能在寒假或暑假的時候開課 所以你不用說一定要跟學習式的 掛勾在一起 不用 你看 我們在這邊看到的 目前還沒有開課有兩個 還在 準備的 還可以報名 然後呢正在開課的有18個 已經完成的 有沒有 那另外 他還有一種 就是 摩克斯有一種就是自學的 也就是你現在呢 我不是開課時間 可是這些教材都在 你可以還是可以加入 就自我學習 有在開課中正在上課的是 有老師 有助教 就在平台上跟各位做互動 這樣了解意思喔 所以他現在有部分比如說熱門課程 這個課程教材很好 可是現在老師沒空 那他也會把這個 有些課程他就開放出來 你就自己進去學習 這樣了解 好這是第一個 只是 跟剛剛講 的一樣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他在這邊的課程相對少一點 但是呢 我們摩克斯通常都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的 課程名稱 不會跟學校的一樣 都那麼僵硬 你看 現代文明 與人類未來 或者是 有沒有 易去學習的 奇幻化學之旅 有沒有發現跟學校 課程名稱就是不一樣 對不對 你就不會覺得 那 順便提一下 摩克斯有沒有一定是跟我們學校一樣是18週 你覺得需要嗎 不用 因為 有的老師也許覺得 我這個主題大概6週 就夠了 他就開6週的課而已 所以每個摩克斯 上面的課程的 周數都不見得相同 不見相同 那他你看像我們在右手邊 你看 聽我的 台灣的聲音 如果你一般 學校裡面 體制裡面 他如果不到18週的課 他就沒有辦法開這種 這樣你了解了 所以 這個是先給大家 對這個部分 有一些了解 好 再來呢 我們找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台灣比較熱門的 其實是這兩個 目前就是活躍度比較高的是這個 叫做育網 跟Share course 學聯網 這兩個 育網跟學聯網 因為這兩個 平台上面的課程非常多 尤其這兩年 增加的速度很快 那學校呢 事實上也都在推 所以甚至可能你 擔任TA的這個老師 有可能 也有在錄這個課程 也有在錄這個課程 那我們來看一下育網 到底 是差在哪裡 這個我先把 看一下 你看 這些都免費的 所以你進到這邊 你可以看到 這裡 有沒有有公務人員的 也有高中的 也有高中的 一樣可以用 那麼你往下走你會看到更多 他會告訴你事實上這兩個平台 他們都有電子報 我是蠻鼓勵各位如果說你對線上學習 好 想要持續關注的可以訂閱一下 可以訂閱一下 你看吧 我們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 是那個 需要學 物理的 物理系會不會開慶聰學 力學 應該不會吧 對不對 可是你也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的趨勢 除了 我們剛講跨領域對不對 現在有一個趨勢是大學以後可能會不分系 就是 你喜歡學什麼 就學什麼 對不對 你今天有了科系之別 你會因為 這個系上有必修 然後有選修 你就沒有心力再去學其他的 即使你想 選修其他科系的課 你還可能會被 擋下來 因為 系上告訴你 你要先修那個 才可以修那個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一個趨勢就是以後大學的那個科系的 彼此之間的限制會比較少 像今年我們那個 你們可能沒有去參加因為你們已經不需要 我們今年我們設大學博覽會嗎 剛結束 剛結束對不對 現在就很多學校是跨校可以跨校選課 跨系選課都可以 就是大家要結盟的 也就是說每個學校都有不同的什麼 長才 對不對 有某些學校 你看這個科系比較強那個科系比較強 那彼此之間就可以互相互補 或互相交流 所以你看 再來 你看還有楚漢相爭的職場競爭力 平常學校也不會開這種課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這些主題呢你都可以 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有想要的像我已經登錄了假設我想看這個 我就把它點一下 我就可以在右上角這邊直接就報名學習了 好你看 你看 他現在 3月1號今天剛開始 今天剛開始 所以如果我在這邊報名學習一下 好 他就跟你講了 你就同意一下這個 就報名了 OK 登錄一下 那每一門課啊 其實他都會有一個簡介 都會有一個簡介 簡介的影片 跟那個內容的介紹 所以 你選修了之後呢 可以從這邊先看一下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